在做校学习部部长 当学生会干部的过程当中 你最有成就的事是什么 把我的一名干事 从一个刚进学校的小白 然后带成了现在要 有资格去选主席的一个人 就学生会主席 校学生会主席 对 好 你都 怎么带着他 首先的话就是说 他工作能力嘛 因为不管做什么位置 然后工作能力都得上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要说 是看他的情商了对吧 有时候情商太低 也不是一件好事 你很看重情商高低吗 对 比较看重情商高低 对 比较看重 因为你要是就不管 你能力再强 然后再好 说话不知道轻重 然后人家会怎么看你 你也不知道 就那种 我可不可以理解 就是你带你部门的干事 你会给他们传授 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 对 后面坐着坐着的话 就感觉我们部门 给的我不仅仅是一个 学生会的氛围 更有一种家一样的感觉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做了很多事 然后服务了很多同学 让他们的课与生活 更加的丰富多彩 对 您现在从领导岗位上 退下来了吗 还没 我一月换届 快退休了 继续发挥娱乐 离开了学习部 但仍然要关心 学习部未来的发展 你好像我的老部长 像什么 我的上上任部长 我像你的上上任部长 你进队部门了 你们觉得他现在状态 有被影响吗 我感觉他被影响了 他心确实挺大的 但是他讲的话吧 确实还不够具体 大家已经注意到 他比较喜欢讲过程 不喜欢讲结论的 这样一个特点了 优点我们刚才知道了 缺点呢 缺点 缺点倒是一大堆 就是 心大 对 心太大了 然后比较固执吧 固执在哪方面 比如啊 我的一个干事嘛 然后给我提了一些意见 我的一个干事 这个学生干部的状态就来了 你马上是学生干部 我的干事 我的 平常可能会收敛点 但是 我确实改不过来 对 也就不是说 别人提到我都能改 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缺点 他们让你改啥呀 就是平常 是你不想改 还是能力不够不能改 跟你说话真的是 能力不够不能改 所以你说清楚 改我性格方面的东西 你性格怎么了 比较想和 想和 不是 我觉得不是想和 我觉得你整个太想和了 不是 实际上我觉得是 跟你沟通真的好累啊 如果我觉得 我觉得谁当你的上司 会把他逼死的 就我觉得你 就整个是磨叽 不是想和 就太磨叽了 对 未必也可能有喜欢他这款的 这个 你觉得自己磨叽吗 有 这个时候是特别考验他的时候 就是有企业家对你有一些不满 压力面识 压力面识就是属于这种风格 是吧 你有的时候做事 会不会单纯的依靠个人的好恶去判断 不会 你在学校学特效软件的时候 你是不是不喜欢 教特效软件的老师 你先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刚开始是 是吧 对吧 最开始不喜欢的 对啊 是不是有些不喜欢那个老师的讲课风格 然后我就会不喜欢这个软件 然后就这种 嗯 嗯